這邊要先聲明一下此事件不是詐騙 昨天我有拍一部影片說明Farmacrypto的資金流向 為什麼幣價會突然下跌 之後我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且去看完白皮書的分配 會發生這件事情也算是合理 因為私募不是項目方的 是投資方的 我今天會把所有代幣的分布關係 還有三者的立場都講出來 會有三個角色 投資方 項目方 還有散戶 首先我們先來講投資方的立場 投資方在GameFi中獲利靠的就是這個私募 所以今天只要獲利不低於私募的成本就可以了 但是昨天有一根K棒是散戶挖體脈到貨的 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 他已經威脅到了投資方的入場價 0.096 當初投資方一顆就是0.096U買的 而昨天從0.11跑到0.09 所以再往下一點 是不是就會威脅到投資方的入場價 所以這就導致了投資方必須全部拋售當初他們私募 購買到的錢 不然他們就會賠很慘 不過他們也是只能拿25% 所以他們的拋壓也沒有到太大 就是跟散戶這邊賣的差不多 接著我們就要來講到項目方的立場 項目方總共會有獲利也會有成本 那這兩個成本 第一個是遊戲開發 因為你需要做遊戲來讓大家玩 第二個就是市場營銷 你要推廣才會有人來玩 而這些都是需要先拿投資方私募的錢來代電 所以這邊就成立他們是有私募的 因為如果今天是沒有拿到錢的 還會有人想要去開發遊戲 去推廣遊戲嗎 沒有錢的話哪裡有遊戲 沒有大拇指的話哪裡有大拇指 那他們兩個獲利的方式是 20%的IDO 再加上INO 還有遊戲中賣出的NFT 那為什麼是20%的IDO 我們後面會講到 那第二個獲利點就是 雖然團隊有拿10%的FCCB 但是其實他們是被鎖一年的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完全沒有的 而項目方為了去補足市場營銷的成本 他們就拿營銷30%的FCCB去負擔 去付了廣告費 還有KOL的推廣 現在他們賣出的FCC 就是把市場營銷的成本拿回來 所以就冒出了這一大條 那這一大條就是 項目方自己賣的 那他們的目的就是 去補足原本他們的成本開銷 因為老實說 最後勝利的一定是項目方 那今天會導致這個原因 有人會想說 就是因為散戶挖提賣 威脅到了投資方 然後這時候投資方才會大量的拋售 但是每一個人都有想要賺錢 沒有人想要賠錢 所以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獲利點 或是止损點 整件事情就變得非常的合理 沒有隊友 大家都是敵人 散戶就是想要一直挖挖挖 然後賺錢 而投資方就是想要利用私募去賺錢 而項目方的話 也是想要把市場營銷的成本補回來 那今天大家都想要賺錢的時候 就造成了這個死亡螺旋 我這邊總結兩點 雖然一直說項目方辭職太小 但其實白皮書這邊有寫 這邊有寫說 他們會把80%預售的Bnb 添加到流動性辭職裡面 那昨天我有說 他們最後募資到的IDO是 大概513 而513乘以0.8就是410 所以之後項目方要拿錢去補 就是他們的事情了 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有確定說 他們會拿IDO80% 拿來添加流動性 第二點就是 我們是在投資方後面買的 所以只要是IDO或是之後進場的 我們還是得看投資方的臉色 當你的立場不同 卻有不同的感受 多去了解每一個角色的位置 好好研究為什麼會賠錢 不是有問題就來群組幹幹叫 嘴炮也嘴不贏 就跟大牛的神牛鐘邪叫一樣 最後那個神牛鐘啊 直接ROCK跑走啊 直接薛一波錢 所以做人還是要老實做啊 而像我UST貝哥 也知道是我自己貪 才會去了解為什麼會崩盤 我常說區塊鏈高風險 投資前要先做好研究 這件事情 投資方的拋幣 是為了私募的入場價 項目方的拋幣 是為了補足市場的營銷 散戶的拋幣 是為了把我們一開始 買NFT的成本賺回來 那這些都是合理的 因為沒有任意蒸發幣 或是亂拿鎖倉量 純粹就是代幣一開始分配上有問題 吃之小 所以這一方面就可以跟項目方溝通說 可不可以去增加流動性之類的 那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